漫威中使得最抽象的几个反派 第一位快赢 这复联2中快赢这家伙刚开始作为一个反派登场 是奥创的手下 他凭借超高速移动能力 一出场就给复仇者们一个下马威 牛气哄哄的后来感谢归正 加入了复联 与复仇者们一起对抗奥创 他能够在一瞬间将一众奥创小兵打得落花流水 看病小兵终结者 但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 因为保护队友而被普通的机枪打成了筛子 这就真的很符合那条定律 黑化强十倍洗白若三分 第二位抽象死亡大反派一格 这哥们本来是一颗具有自我意识的星球 理论上来说应该相当厉害吧 但是他确实的比快赢还要抽象 一格这家伙在星球内部有一颗大脑 被素人格洛特送上了一颗炸弹 直接给原地送走了 第三位抽象死亡反派 那就不得不提欢事了 在复联2中刚出生的欢事 流气哄哄的闪亮灯场 甚至还接雷神之锤 感觉真的好厉害的样子 到了复联3直接被面霸一个老伙伴给弹死了 接下来是终极抽象死亡大反派罗兰 罗兰在宇宙中南征北战 打了一辈子的硬仗 最后没想到竟被星球尬五给尬死了